新一季的王牌对王牌开始筹备,贾玲也被划入了你要名单,网上很多博主也在爆料说,贾玲将回归新一季的王牌,而在去年第八季播出的时候,沈腾还在节目提到了希望贾玲回归,当时贾玲也在评论区热情互动,从这些看来,很多网友也锁定了贾玲即将参加王牌的消息,说是瘦身之后的贾玲再次回归王牌,那这收视率肯定稳了。 这一消息传出去之后,直接冲上了热搜,很多吃瓜群众们也都在好奇贾玲会不会来新一季的王牌,有的人说这只是节目组放出来的噱头,就是为了拿贾玲营销炒作,有的人说贾玲会回归几期当个飞行嘉宾,反正总体来看,大家对贾玲回归还是很有期待的。 一开始,大家都把贾玲当成一个幽默的胖子,而且只是一个懂幽默的胖子,那服气满满的身形,是他最有力的道具,担当笑料,给无数观众带去欢乐。 谁也没想到,达到喜剧巅峰后,他又摇身一变,瘦成偶像女神,又创造了暴瘦一百斤的传奇。 所以,贾玲暴瘦一百斤,瘦身成功之后,已经不走谐星的路子了。 相反的是,贾玲已经陆续接洽了不少时尚资源,已经开始走大女主路线了,先是代言高奢品牌PRODA,如今又成为了Lululemon运动品牌的品牌大使。 这要是放到以前,贾玲是想都不敢想的。 现在贾玲瘦身成功,气质也提升了不少,人气更是一叶飙升,这样的情况下,品牌方自然会主动找上门来,转型成功后的贾玲,以后是要闯荡电影圈,时尚圈,杂志圈的。 如果回归,很多网友猜测只会是飞行嘉宾,毕竟现在的贾玲,也不适合搞笑了,热辣滚烫,拿下了34亿的票房,成为春节档当之无愧的票房冠军。 因为这个电影,贾玲失去了一半的自己,身体上瘦了整整半的自己,心理上贾玲搞笑幽默的一面也彻底消失了。 但对于这样的变化,贾玲是开心且愿意的,就像采访中她自己说的一样,这一次要好好爱自己了。 但与此同时,贾玲身上的争议也越来越大,对于《热辣滚烫》这部电影,很多人吐槽贾玲拿减肥搞噱头,但实际电影并不出彩,对于贾玲本人,不搞笑了面相变了太能吵。 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,都会有类似贾玲体重反弹的话题登上热搜。 贾玲远赴好莱坞拍电影,和吴彦祖留下了一张合照。 合照中的贾玲,一笑都是皱纹,脸上的皮也松松垮垮的,比之前胖的时候要老好多岁。 被路人偶遇到的贾玲暴露的问题就更多了,一脸褶子不说,脸上的疲惫感更是明显。 而贾玲失去的远不止此,还有一多半的观众员,以前贾玲在娱乐圈的观众员,真没几个人能比。 就像沈腾说的,男的都爱她,女的都不嫉妒她。 但是自从受身暴改之后,就开始出现讨厌的声音。 有的人说她故意制造身材焦虑,有人说她成为了那个最让人讨厌的营销咖。 但对于这样的评论,贾玲丝毫不在乎,热辣滚烫。 成功之后,贾玲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新电影的筹备。 既然贾玲已经做出了改变,那就已经做好了面对一切负面评论的准备,只是这样的改变,注定会失去太多东西。 如今的贾玲如愿站在山顶,等待她的还会是下一个山顶,贾玲出生在湖北的大山里。 虽然家境贫寒,但她自小也在爱的蜜罐里长大。 父母还鼓励她学自己喜爱的艺术,本以为学成归来。 没想到2000年第一次报考中戏就以遗憾收场。 大山里的孩子只是一时落后,但不会永远失败,她不甘心。 第二年,她如愿同时考上中戏的戏剧表演和相声表演专业,就当她还沉浸在成为巨星的美好期许中, 未想过半点轻浮的母亲撒手人寰,成了她永久的遗憾。 而姐姐同年也考上了中国传媒大学,但家里经济条件有限, 姐姐贾丹做出了牺牲,把读书的机会让给了妹妹,成全了妹妹的理想, 并在贾丹往后的几年读书时光里,一直提供经济扶持, 也就有了后来红遍半边天的贾丹,常常挂在嘴边的话, 没有姐姐的话,我的生活一切将为零,由于专业误选。 贾丹走上了人生的另一条道路,相声表演, 也由此遇到她的人生又一贵人,冯公老师。 2003年,贾丹带着相声作品《怎么了?》,登上舞台, 一举拿下首届北京相声大赛一等奖,虽然在相声表演中出类拔萃, 可似乎女性在相声界并不吃香,毕业后的她也处处碰壁, 无奈只能接一些主持,一人临时助理,等杂活度日。 最难的时候,姐姐甚至帮她找了一份高速公路收费的工作, 想让她过上安稳的生活,但她不甘心呀? 苦心追求的理想,怎能以这样潦草的方式结局? 逢拱西才,有意拉她一把。 2005年,贾丹正式拜冯拱为师,学艺的过程,无疑是艰苦的, 更需要克服的是她没有经济来源的窘迫, 姐姐贾丹心疼她在北京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,让她回乡发展。 贾丹也正迷茫,询问师父意见,冯拱得知徒弟难处, 当即给贾丹姐姐去了电话,在三保证说, 要是孩子吃不起饭,我管着,没有地方住,我会找。 正是师父的权利支持,让贾丹的艺术之路得以延续。 冯拱名气多大,她可是多次登上春晚的重磅艺术家, 是春晚长青树,帮人帮到底,对于这个有灵性的徒弟, 她不仅把自己多年积攒的相胜经验,清囊相授, 各种商演也都带着贾丹,有时还会为贾丹演出自掏腰包出钱出力, 也正是有这样的磨练,让贾丹有了丰富的舞台经验。 义务娴熟,开始小有名气,在2010年, 贾丹和搭档白凯南终于登上春晚舞台, 相胜表演大话捧跟,让她名气大仗, 这其中,少不了冯拱的内推和努力。 后面的路是一步比一步好,贾丹的事业越来越红火。 2016年,贾丹和孙吉兵成立了属于自己的公司大腕娱乐, 开启了人生新的征程,孙吉兵是谁? 她可是贾丹成立大腕娱乐最重要的合作伙伴, 贾丹做喜剧多年,记忆如火纯青,身上真是有抖不完的包袱, 她负责搞笑,而喜剧背后的内容创作, 大都出自孙吉兵之手,为贾丹的喜剧生命输入源源不断的活力。 功成名就后,贾丹在怀念母亲早早离世的遗憾中, 突然想要做一部关于母亲的电影, 由贾丹担任导演、编剧、主演的电影《你好,李幻英》启动筹划。 虽然贾丹也是一个全能型选手,但人的精力有限, 如何把自己对目前的感情共情到所有观众。 孙吉兵给出了很多灵感,许多柔软而又煽情的点, 他们都拿捏得恰到好处, 让电影通过温情获得了大爆的机会, 电影的爆火,也把多年不温不火的张小斐送上了迎评, 还拿下了荆棘影后,张小斐和贾丹相识十几年, 两人革命有意深厚,他们在中国广播艺术团相识, 两人见证过彼此的低谷时期,跑龙套,演小品, 啥活都干过,贾丹出圈比较早, 2010年,大话捧根,走红,他也为人熟知, 而张小斐却还是那个小透明。 两人有意依旧,贾丹成立公司, 第一时间就把张小斐签了进来, 两人同演小品,默契十足,贾丹总是甘愿作配, 在喜剧的一夸一扁中,张小斐一直是女神的存在, 在《你好,李幻英》中,张小斐用她完美的演技, 为贾丹呈现了她心中妈妈的样子, 多少填补了贾丹对母亲这件事的遗憾, 她的成功,连带着贾丹的成功, 彼此都迎来了不一样的商业价值, 2024年7月2日,第37届百花奖提名名单公布, 贾丹再获最佳导演,女主双提名, 相信,这只是贾丹的另一个新起点, 她的艺术生涯热辣滚烫,人生亿会如此, 在炎热的夏季里,咱们就等着看, 王牌对王牌酒,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吧? 贾丹那让人捧腹大笑的变装秀, 肯定能让所有人都笑声不断呢, 在镜子杂中的那刻笑声肆意, 尽情体验肉麻的感动与笑容, 伴随着王牌对王牌的舞台, 让我们一同沉浸在这份快乐和温馨之中, 这不仅仅是一档综艺节目, 更是一种生活方式, 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 关于节目的播出时间, 一直都是观众们热议的话题, 与可靠消息透露, 王牌对王牌酒, 将会在暑假期间跟大家见面, 这个时间点的选择, 无疑是为了让更多的观众, 可以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下, 欣赏到精彩的节目内容, 暑假可是个黄金时段啊! 很多家庭都会选择在这段时间里, 一起坐在电视机前, 享受难得的家庭团聚时刻, 王牌对王牌酒的播出, 无疑会为广大观众, 呈现出一场视觉和听觉的双重盛宴。